肝脏是重要器官,肝脏健康与否,关乎着身体健康。 肝脏出现病变,即使是小病,都可能演化重症,在平时保养肝脏,做肝功能检查,能知道肝脏健康。 当然,更多的时候,你忽视了保养,肝脏表现出病变,你才慌了啥,肝不好的表现,你一定要重视。 肝不好的症状肝硬化皮肤常见的变化包括,手掌红斑,皮肤容易轻,黄胆,胸前蜘蛛质,腹部静脉趾张等,肝硬化早期症状,自感冒,软弱,脾背无力,厌食,消化不良,有时会和病肠胃道的问题如便秘,腹性,腹胀,恶心,吼吐脊,随右上腹部疼痛,肝硬化短期症状,肝硬化会造成门脉高压, 导致腹水,黄胀,下肢水腫,不必静脉去脏,直到静脉去脏出戏,肝心脑病炼,蜘蛛质,有时也会用红斑或撑朱沙掌或肝掌,必超可见肝脏有节节,肝不好要怎么做,每天按一按,排感度,消火气,说到肝火,说到生气,就不得不提到太冲这个奇妙的学位, 有人把太冲学比作人体的出气筒,因为它是肝心的圆学和数学,是肝心的火学,能够把肝气干火消散掉,所以通过二流太冲学,可以把人体越洁的气最大限度递充出去,也就是说,肝脏所表现的个性和功能都可以从太冲学找到形致, 吃好早餐,减肥又不甘吃早餐,是日常养生中最关键的一餐,因为经过一晚上的消化,大量的水分和营养被消耗掉,前一天所制的晚饭已经消耗殆尽,清晨醒来,清晨代谢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,此时人体葡萄糖储藏相对匮乏,急需能量和营养的补充,如果早餐不能及时将能量补充回来, 脑细胞就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而活力不足,人就容易疲惫,早餐最好不要每天一个样,经常变化花样,可以全面摄取各种营养,达到营养均衡,但是油条,油饼的油炸食物,或者一些干的食物要尽量少吃,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的皮脏还不够活跃,这些食物容易导致消化不良,但是,早餐不宜吃得太早, 也不适合吃太多,多喝菊花枸杞茶冲泡方法,菊花四朵,枸杞适量,开水冲泡即可 功效,菊花有舒散风热,瓶干明目,清热解毒的功效 枸杞,有称明目果,能够不胜,满肺,称金,义气,故菊花枸杞茶有明目清干,输干解育的作用 禁忌,菊花性凉,枸杞中含有植物激素会影响内分泌,所以下面几类人最好不要喝 最好的人,也听见了女性其孕妇,其是腹线的人和未成年人 尝试,豌豆玉米炒虾仁食材,豌豆,玉米,虾仁,大蒜等调料,做法 一,豌豆,玉米包里多水,捞出沥干杯油,二,锅里倒入适量的油,放入大蒜碎和彩膠包箱 三,倒入小人,豌豆和玉米发炒片刻,加入少许食盐,鸡精等调味,即可 功效,玉米它配豌豆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 玉米具有调中开胃,亦非凝心,轻湿热,沥干胆,粘缓衰老等功能 小人能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,防止动脉异化,保护心脑血管,有利于预防高血压及心肌等磁 注意,豌豆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消耗不良 不这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稳气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